3月5日下午4時36分 直播室依然有我Renee趙蕊 和大家現在主持我們的健康大數據欄目 當然在電話上也有我們聽著很熟悉的嘉賓主持 趙博士 這個屬於姓趙的主持人主持的欄目 Hello趙博士 你好 Hello趙博士 你好 這樣我們進入了3月份第一期的健康大數據 我們今天主題要跟大家講講的就是 這個是我們廣東話的一句俗語 叫什麼隔壁屋飯 比較香 人家家裡的飯 你吃起來總是比自己的主家飯好吃的 為什麼呢 亦都有一句叫 你看我好 我看你好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吧 趙博士 嗯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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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其實更加需要 照顧自己的飯 你放多點心機下去 就會自然時間 努力 就會好些 如果每次看著對方 其實可能會令到自己精神緊張 而精神緊張就會影響血本 影響健康 但是其實有些事情 我們原來是可以令到自己 多了精神緊張 就是譬如 顧著別人比你的好 可能就會睡不著覺 更加差一點 如果我們呢 是不注意 我們那個流失的到老年 流失什麼 流失沒有礦物 那就可能會 肌肉會痛 再加上如果遇到某些病 肌肉更加痛 我今天就會跟大家說說 某些數據 我發了很多給你 那些數據 就是有些什麼會認到 因為其實明天的節目 在香港就會說 關於很多人有肌肉痛 他們就會說 為什麼我肌肉痛 有時候彈一下彈一下 馬上馬上馬上 眼眉那麼簡單 但是為什麼在肌肉裡 常常是酸痛 怎麼辦呢 有些是 有些叫做 muscle cramp 即是無緣無故 那些肌肉 拿起來 這樣痛著 那我就想著今天 如果是下個星期才講完 首先講不完 今天也好 但是呢 你知不知道有一個數據 是跟肝有事的時候 那些肌肉就會戳著戳著 會痛的 會抽筋的 會有這樣的情況 肝有問題 另外 又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有糖尿病 又是會有那個機會 那些糖分高 會搞到那些肌肉 會搞到那些肌肉 會搞到有 muscle cramping 會可以這樣的 血管不好 也是會的 現在有三樣東西 還有 就是 如果你是患了新冠 又可以是有肌肉痛的 那我又給了那個肌肉 以前沒有人知道的 因為 以前沒有新冠 患了新冠之後 除了想法 又有些記憶問題 除了這樣 走新的肌肉 現在有時候慢慢教 腳會自己動 或者甚至會抽筋 抽筋 經過一下 原來經過研究 再經過看過 有的 還有我們很出名的 就是 紅斑狼瘡症 因為那位明星 原來紅斑狼瘡症 又說是會搞到 那個肌肉 某些地方 又是會抽筋 又是會拿著拿著痛 甚至還有多一樣東西 叫做 myositis 什麼呢 就是肌肉 會 人家可以打球 你打球的時候 很快就累 很快就軟弱 有些這樣的 紅斑狼瘡 又會這樣 幸好 我們今時今日 有這麼多 大數據 如果不是 我們經常都想著 隔壁飯香 人家沒有的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人家沒有 你又不是人家 你看到他 你看我 我看你 事實上 你不是有這隻病 大家都有抽筋 所以抽筋 muscle cramping 是 十個裏面 有十個都 一生人試過 還有些什麼呢 會搞到這樣呢 運動勞損過多 太激烈運動 搞到很不花 弄傷了自己 都是會搞到肌肉痛 你試過沒有 Rainy 試過的 我通常的肌肉串痛 是 第一 是因為 例如 抵抗力過低 有些病毒 或者細菌侵集到 我淋發燒之前 就神算痛 尤其是肌肉串痛 通常這樣的時候 就離這個 Fever 就不太遠了 通常二十四小時之內 就發燒了 因為 很久沒有去過 做骨膠了 突然之間去一次 哎呀 肌肉上的乳酸 開始 就積聚了 第二天 二十四小時過後 幾乎整個人 就 不能治理 簡直 嗯 沒錯 我通常肌肉酸痛 就是這兩種情形 所以剛剛 趙越說的 那樣東西呢 就是三十一至六十歲 最通常會發生這件事 而有個英文名叫Poly 即是很多 Myocytis Myocytis 就是一個炎症 在肌肉裏面 Poly 就是周圍都有 三十一至六十歲 這樣呢 就是可以是有些 抵抗力 病毒 細菌 那類 都會搞到這樣的 那為什麼這麼難去摩擦 是因為 很難知道原因 只知道就是 有些這樣的情形 究竟有沒有藥 又會搞到這樣呢 原來有一堆藥 是很出名 會搞到這樣的 而它出名到呢 它有自己的名字 就是叫做Cortical Steroid 即是 類固醇 Induced 搞到有Myopathy 就是肌肉出事 那就是 好像中了毒那樣 在1932年 有個很出名的 有個很出名的專家研究了 他的名字叫 Harvey Cushing C-U-S-H-I-N-G 他就找到 甚至那個病名的病症 還改了他的名字 叫做Cushing syndrome Cushing syndrome 會怎樣呢 就是肌肉會痛 那就是 用得到的肌肉 Skeletal Muscle Myopathy 就是當經常用很多類固醇 都是會搞到這樣 那哪些人會經常用呢 譬如有酵喘 要噴 有鼻歌 可能鼻歌 有閉塞 那又會是用 那這些情況裏面 有很多人用了之後 就會搞到有個 有些Case 我會放上Facebook 就是這個 Chronic Steroid Myopathy 就會搞到 就是 因為慢慢用下去 一邊用一邊用 就會發覺 原來 近身那些位置 就沒有那麼軟弱 但是 遠一點那些地方 又有些怪物 Proximal 又有些怪物 總之周身 又怪怪的 通常去到Cushing 最嚴重的那一刻 就會發覺 皮膚 很多時候 在腳的位置 會爛開 會爛開 皮又會薄 用得多 又有骨質疏鬆 甚至還有精神緊張 即是本身都沒有那麼緊 已經有少少隔離飯香 但是現在 更嚴重了 根本上 任何人說真的 都會得盡 這個Cushing 的Steroid Induced Myopathy 就是會影響 整天 很容易 比身邊的人 的成功例子 影響了自己 吃得更多 這隻 就可以這樣 這個Data Set 這些數據 是在西醫學裡面 自己登出來的 所以 很多西醫 都知道 這隻東西 不能濫用了 你想想 如果多了數據 我們不是很清楚 食物都很清楚 像今天 像這樣 原來 隔離飯香 不一定是 我自己想的 可能 我吃吃那樣東西 或者我身邊的人 要吃那樣東西 都會令到 有這種情況出現 嗯 OK 好 謝謝趙博士 我們稍微休息一會 第一節節目時間 稍微休息一會 廣告之後見 喂 最近吃得很熱氣 牙肉腫痛 口又整腫了 怎麼辦 這是雲南白藥益生菌牙膏 雲南白藥因此 可以消腫 加上益生菌 可以防止口氣 現在還買大送食 請認明 總代理美國太史航 或上網 popus.com 劉偉牙科醫學博士 專醫植牙 牙周病 牙齒美容 採用先鎮3D植牙技術 毛痛安全 收費合理 並有可負擔分期付款計劃 劉偉牙醫博士 證書地址 唐人浮 Power Guide 1421號 預約電話 415-362-8868 哇 100-415-4583 2分間 3分間 3分間 2分間 3分間 2分間 4分間 4分間 南無阿彌陀佛 美國正中學會 408-736-3386 青島訪客中心代理 中美簽證公司承辦 地址 丹凡市625號Curney街 資訊電話415-282-6888 以負簽證代辦電話916-245-8111 地址 發家免道MacRose 4562號 在劣質資訊充斥網絡的世代 我們堅持理性與客觀 有你的熱心贊助 可保證我們的持續運作 歡迎你成為星電視會員 或者請我們喝杯茶 BuyMeCoffee.com slash Sintel USA 只要你成為會員 即可參與每月一次的會員線上職會 可提出問題 與梁總和其他時事評論員一起討論 贊助180元即可成為會員 送你星島中文電台深厚針裝飾 及京島限量版紀念PoloShirt一件 贊助100元或以上 即可得到一份星島特別訂製的 精緻實用小禮品 一杯茶一世情 BuyMeCoffee.com slash Sintel USA SBV是食物大家的平台 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 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時間來到下午4點49分 回到今天我們最後一節的健康大數據 我們聽聽趙博士繼續跟我們講講 上關於肌肉症痛 究竟這個類固醇 起了怎樣的負面影響呢? 等一下我放上去Facebook 就是為了明天的訪問 以及現在的訪問 就是如果我們真的明白 如果多了類固醇魂 剛才說那些手手腳腳又會軟弱 還有性格又會神經緊張 神經緊張的人有沒有留意到呢? 有時候想一起去出街 一起去見朋友 未必想 亦都相處又很難 如果是男女士 性生活又會被這些東西影響 這些東西我都會出名 都列出來的 這些情況裡面 再加上有肌肉抽筋 你說那個肌肉抽筋 從那裡開始想起 原來食類固醇可以這樣 還有沒有其他藥可以吃成這樣 或者我們過渡運動 剛才說了會影響的 原來有些心臟病藥都會這樣的 另外就是 減低高膽固醇的藥 有些是會這樣的 甚至是 如果去到太多類固醇 就會變成可以有糖尿病的跡象 但是早期 剛剛第一節時候說起 就是糖尿病人 也是會有肌肉抽筋 但是如果糖尿病 是有些類固醇來處理到 但是類固醇又會這樣的 所以為什麼大數據呢? 你看到今天的市場 就回一回來了 但是為什麼呢? 說大數據的東西 馬上被人買回去呢?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所有人 都想知道將來是怎樣的 我們為了想知道將來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都不是很理性去看這件事的 最多多數據 再多些更好 但好像今天的分析 我們接下來就會發覺 在大數據呢? 很多人都會說 咦?還是找不到答案 所以不是因為我們沒有數據 以前就是了 現在很多數據 但是你始終都要分析 究竟你是屬於哪個數據 如果你只是看數據 然後不想一下 我的情形是怎樣的 我正在吃什麼 我接觸什麼 始終都是回到個人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大數據裡 那裡的扭計式 將來就是很多人會發覺 NVIDIA那些東西 都還是看不到 接著NVIDIA公司就會回答 當然了 你買了1.0那些chip 如果去到10.0 就會看得清楚多少少了 所以大家又會繼續買 因為AI可以無限看的 又不會累的 但你始終都要記得 認識自己的情況 做好自己的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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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飯碗就自然香了 不用看 不用契卡尼的飯碗 嗯 OK 趙博士 再看回你今天傳給我的這些資料 其實在我們 雷固醇也好 它在我們的肌肉當中 造成我們酸痛 周身不舒服 這些是物理上的現象 其實在心理上 會不會有什麼現象 產生一些負面影響 有啊 因為 變成一個人神經緊張 再加上肌肉 很弱的 又會抽筋 你弱 很難去運動 但運動時又會抽筋 或者甚至抽筋那一刻 突然之間 不知道你試過 腳底抽筋 或者在哪裡抽筋 抽筋那一刻 cramping 很辛苦 如果是 一旦有這樣 整個人的 mood 那 mood 都會有影響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影響 比如 眼睛又萌 很濃 耳朵 有一點濃 會的 基本上是一個惡性循環 沒錯 他們可能以為 自己這樣的症狀 可能又要去吃藥 買藥回來吃 會不會又有 含有類伏醇 然後又 這樣 豈不是一個惡性循環 沒錯 當你不清楚 情形是怎樣 你當然想搞定它 但你搞定它 沒有看清楚 情形 這樣 就會變成 可能越搞 就越複雜 哎呀 這個真是幾大件事 是啊 因為我們不知道 其實要求患者 自己可能 都要有一點 分別能力 絕對是 一向都是 其實你想想 如果我們沒有 這個分別能力 我們就這樣 盲中中 衝下去 去做一些事情 之後我們只能看症狀 症狀 情況是怎樣 然後 情況當然不好 接著 接著 今天的一集 其實帶到 明天的情況 我會說多些 以及不同的朋友 去訪問我 都會有不同的 即不同的 host 都會影響我 下個星期 又回到這裡 我們可以繼續說下去 你又可以聽一下 我在香港 你會看到 很多時候 吃了 又停止 因為你當然有原因 才吃的 你不是 無端白吃 吃了 不吃又是問題 吃了又是有問題 那想怎樣呢 所以很多人 困擾了 在那個框裡面 走不出那個圈 嗯 嗯 沒錯 這個真的 很辛苦 沒錯 很辛苦 是啊 哎呀 所以 看回我們有一個 積極的心態 是多麼重要 對我們每個人來說 就好像我們 之前的節目當中 所說到的 我們有一個良好的 人際關係 我們可以有 一個 光光正正的 社交圈子 有朋友可以傾訴 有人可以 撫慰我們的心靈 真的 這件事 很重要 當然 看到這件事 這麼重要的時候 我們想想 很容易了 我聽完那節目 我照這樣做就可以了 誰知身邊有很多人 就不是吃這顆藥 就是吃那樣東西 不是有這個煩惱 就有那個煩惱 你說 為何我這麼簡單的要求 知道了是甚麼是重要 為何這麼難去找這些人 其實我們做朋友 其實要多些支持對方 那個You are not alone 那個concept是 其實由裏面 你自己不想一個人 要多些關心其他人 如果大家都這樣做的時候 就沒有問題了 是 剛才你所說的 這個類固成功訊 也都會令到那些人 出現社交恐懼 例如你剛才所說 去街 他探親朋友 他們可能不太想去 提不起精神 沒錯 會的 OK 所以大家在服用這些藥物的時候 都要 抹大眼睛 看清楚一點 所有類固成功訊的藥物 不是人人都會用 OK 好 謝謝趙博士 今天在節目裏面 跟我們講出的 這些相關於健康的數據和知識 辛苦你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 再見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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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